2021年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今年我們成立了30周年 但其實對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 更加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因為在半個世紀以前 電子工程系是由我們的諾貝爾得掌人 我們尊敬的高坤教授成立的 50年在教育的事業裏頭 可能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50年在電子工程這個領域 這個發展的勢頭裏頭來說 的確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間 我們從以往在電子科技 大部分人都應用在軍事、太空等尖端科技上 到今天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離不開電子產品 科技的支援 它對我們日常的生活好 我們的社交好 我們的工作 以至到我們的娛樂 都起了一個息息相關 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模式 所以在電子工程這個領域裏頭 我們是很依賴香港需要有更加多的人才 而中文大學的電子工程系 就希望能夠肩負這個責任 今天很開心我們有三位現在的同學 以及兩位非常傑出的校友 坐在這裏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一些在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裏頭的一些回憶 過去令我們有興奮令我們有沮喪的時間 以至到展望將來我們怎樣希望 我們發揮我們對社會的影響力 在我右邊 第一位就是Janice 是我們現時仍然在校的學生 稍後我們會聽一聽 她對這三年在大學的學習課程 以至到在她個人成長 以至到她對將來她的工作事業上的一些期望 再過一位就是我們在2000年代的畢業生Martin Martin是一位非常降徑衝天的年輕人 雖然在電子在科技這個領域 十幾年已經不算是很年輕 但是一會大家不妨聽聽她在她創業的旅途上 她的多姿多彩 在最右邊那位就是Steven 我經常都叫她這些大師兄 不是因為她的年紀 絕對是因為她的成熟、穩重 以及她在香港電訊行業裡 舉足輕重的地位 好嗎? 或者我首先請Janice 不如你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Janice 我是今年EF3的學生 我入了CEO三年 其實這三年在EE裏都很開心 而我現在主要除了一輪上學之外 我和我的團隊都開始加緊一些開始業務 希望可以和兩位師兄學習多些 好 Martin 你有個師妹想跟你學習 你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又分開一下你的一些經歷 好 其實我是2001年入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我在2003年 SARS那一年就參與了委託 去Motora做了一年 所以我最後是2005年在中文大學畢業 之後其實我就搭入了創業之旅 在香港創業 再去了中國內地 然後再去了不同的跨國公司裏面做 然後現在就回到創業之旅了 好 Steven 到你了 好 或者我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剛才Professor清提過 其實我真的在這兩位朋友裏面 我都膽敢叫自己做大師兄 其實我85年畢業 我記得那一年是中文大學 第三十屆電子工程畢業 轉眼睛就做事也做了不短時間 我想算一下 在我們那一行來說 其實我經歷過高低不同的挑戰 有成功也有很大的挑戰 所以在生理整個歷程裏面 一會兒可以有機會聊天 我怎樣看整個市場的發展 或者對我們電子工程的同學 希望有些心得去分享一下 好 在我們繼續跟三位我們的校友 我們的同學分享一些心得之前 我便想問一個 希望是一個難題給他們 我教書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 我今天教你們的東西 其實我以前沒有學過 你們今天學習的東西 其實五、十年後都沒有什麼用 學生其實都很迷惘 不如繼續打機上網 好過聽你說 但其實看一會兒 Steven、Martin 你兩位又怎樣看 在過去你們在中文大學電子學系裡 學到的東西 其實對你們 無論在事業、在做人 以至到在專業方面 其實有沒有幫助 Steven 你先說 其實我也有時跟那些師弟聊天 其實我過去十幾年 我都偶爾回來 每一年有一堂兩堂 不是教書 是想分享一下自己在工作的過程 怎樣把讀書 在真正出來的社會之後 的關係怎樣去看 學科上是否運用得很全面 即是在上課那些 那麼多的文章裡面真的用到 坦白說未必是全部用到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斷裂了自己分析問題的能力 我們在那四年 即是我讀四年 四年的過程裡面 我們掌握到一些知識的基本要決 我時說是一個建築樁 即是一路建立上來 但最重要的是給我一個 一個很有尖銳性的 一個批判問題的能力 因為在工作過程裡面 其實知識是你可以到處再拿 即學海無崖 即是你永遠都融入 你出來工作 面對那個問題的難度 你可以用不同方法去搜尋資料 幫你去增強你對方面的掌握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去洞察到問題所在 即我時說的判定 或者是一個成功率 變成在工作過程裡面 你才可以將一些 所謂難題轉為一個機遇 時時說有危有機 有危有機 我自己覺得這個 在大學四年對我來說 一個最大的得罪就是 因為可能我比較花心 這裏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我上學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我出席率很低 相對上低 你很多活動 因為那時大學給我們一個 很好的環境 除了去讀書的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學會去參加 我記得我那時參加一個 大家沒有想過是 我們稱為青年文學長 即是跟大學的同學一起 兩間大學一起去閱讀 我們走下去中學 跟中學生一起去閱讀 一起去分析 一起去掌握那本書裡面 想帶出來的精髓 過程裡面是令我 無論在組織能力方面 我們稱為問題解決 還有一個比較正面 還有一個潛尊性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自己 雖然我在市場也很多年 到今時今日 我如果有機會去面試 我也是很重視 不是它最基本的知識 那個強度 即是不是計算GPA的多少分 我反而很重視這個態度 即是對自己的要求 和自己處事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因為當你一個正學態度 其實知識是一直這樣掌握 大學裡面給我們知識 是一些基本的東西 當你去專心 尤其是某個地區裡面 你自然 如果有一個正學態度 就會盡量去發掘多些 和你有關的 將它發揮出來 這些就是我自己覺得 在大學裡面 令我其實很充實 當然 雖然我們當時叫做教腳 但其實我都很認真讀書 絕對是 還有 在中文大學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當我讀EE的時候 同學大家很互相支持 有時我真的沒有上課 我真的不認識 我就很容易找同學 就很快幫到我 尤其是要考試 那就更加重要了 但不知不覺 其實這個關係 建立起來 就是對將來在出來 社會做事 很有幫助 因為一個人認識的東西 是有限 即是和身邊的朋友 和同學一起去 把問題一起拿出來談 我們到現在 其實還是有一群朋友 和同學身邊一起去 不停去挑戰大家 我覺得這個 你可以說得著 我自己覺得 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外 就是一個做人的態度 工作的態度 對社會的熱誠 對整個事要發展都很重要 中大的校友出了名 都很全結 互相幫忙 我想問問 Martin 你踏出校門 不久就去創業 但那個年代 創新創業 其實是一個很陌生的名詞 很明顯地 在中大那幾年 我們從來沒有教你 什麼是商業模特兒 怎樣看P&L 怎樣等等 你為何搞到自己 搞當生意出來 沒有什麼用 我們教你的 好的 非常難回答問題 因為其實 的確我們在中大讀書的時候 沒有教我們怎樣做生意 為什麼會有創業的想法呢 是因為我在中大的時候 我去了一年委託 去了Motorua做一個文學研究 那時其實這間公司很大 但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發現 在大埔是嗎 在大埔 那時是電子工程的少林子 少林子 沒錯 的確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但事與願違 2005年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那間廠就收拾了 收拾了 沒錯 我的舊的老闆 或者同事 其實會變成什麼 變成失業 他們可能在Motorua做了很多年 做了十年八年 但是最後還是要再找工作 那一刻令我想起 其實努力去做一份工作 和自己創業 在那一刻我就很快 不如試試做老闆 所以在那時 就貿貿然踏出創業的一步 但是你覺得在中大那幾年學習期間 學到的東西 其實有沒有對你有什麼幫助 好的 其實就要說回 我在中大讀書 其實我和大師兄一樣 其實那時都是 我不是叫花心 叫做貪玩 其實我 年一和年二的成績 都是非常好一半 我還不知道教授清理 上一次我們單獨面對面是什麼時候 我相信你忘記 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 是嗎 是 因為我讀你的科不合格 哦 被邀請到你房間去召費 是的 你不是唯一一個 不過 是的 其實我在大學E1和E2的時候 我的GPA只有2.0 其實講到八 其實就是不上課 走課 抄功課 不讀書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那時候 可能我對E2一點都不理解 或者我可能對課程是 興趣不大 那麼 有幸地我E3 亦都是透過E2 我加入了Moturora Moturora是一個 很電子工程的一個公司 我進去發現 原來我以前讀的東西 和我工作上是有很大的關係 是 工程師 Mathematics Furier Transform Soyless Day Signal and System 到Image Policy 原來全部東西 因為我做的部門是一個 Mobile Phone 裡面的platform 原來Mobile Phone 裡面的所有電子 是和我讀書很有關係 那令到我在最後一年 回到中大的時候 就很用心思讀書 我亦都可以說我用啟蒙 就是我透過Moturora的一份工作 啟蒙了我對電子工程的興趣 我在最後一年 我可以用我愛上電子工程 我愛上EE 去表達我自己 那結果是什麼 就是我最後一年是D-list 不需要再照費 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就是由一個2.0的一個學生 去到最後一年是全部都A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神奇 原來都可以做到的 中間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啟蒙 是 我相信Martin的經歷 就是一個非常典範 就是說他讀書的時候 其實他不求分數 他為自己的一些興趣 嘗試多方面 但是到了人生發展的歷程裡頭 他又忽然間發覺 我可以走這條路 我可以有一些更大的發揮 將自己的優點長處慢慢發掘到窗裡 其實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 作為一個教授 當然你考試不合格 我祝你來 說幾句 這是正常的 但我們亦希望透過這個程序 能夠起到一些激勵作用 Janice 你聽完兩位師兄的表白 對你來說 你仍然是在學 有什麼啟示 又或者你說 這麼老餅 這些東西 不適合用 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GPA是否重要 對一個在學的學生來說 固然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 怎樣去分一個學生 好還是不好 大家都很冷凍就會說GPA 一到學校完畢之後 出成績大家都很緊張 這件事固然重要 但如果長時間這麼說 其實GPA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其實看了兩位師兄都知道 其實GPA 這件事是我們人生一部 很小部分的東西 不是真的佔重很多 那說回我自己 你問我GPA 是否一個很突出的學生 絕對不是 因為其實我GPA 都是跟兩位師兄差不多 都是比較一般的學生 但是我覺得也是對的 因為我也是實習後 實習後發覺 其實原來EE 不是我們平時想學的東西 或是 不可能只是 講一些概念上的東西 而是你真的可以下手去做 而因為我實習後 令到我覺得 原來EE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真的可以下手去做 真的可以下手去試 去學習多一點 令到我多了興趣 雖然我的GPA 不算特別突出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還不會繼續讀書 如果下去之後 那我繼續努力一點 我找到我自己的興趣的地方 那我繼續努力去讀它的話 那我在這一方面 專注某一方面去發展的話 那對我將來的創業好 或者我將來的事業發展也好 那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GPA 對我來說 都是重要的 不過 一定不是全部 但是你自己有什麼期盼 譬如在這幾年學習的期間 會對你將來起到什麼作用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樣不然我又去付修一些什麼 或者我又是特別 我專門去看看 找哪個教授可以拿到一些真傳 在將來對你事業發展 人生路程上有些幫助 那你有沒有一些這樣的安排部署 當然有 因為其實我也有看過 CEL的可能EE的課程 我其實看到發現 原來ENGG302 和ENGG303這兩個課程 那些課程很熟 因為我是學生 我現在正在讀 這兩個課程是關於開始的 關於一些創業的課程 我本身對這一課程是有興趣的 還有因為想親年 可能創一番事業 或者是嘗試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我就選修了這兩課 而我現在都讀 ENGG303 那這一課 Fanky是我的主管 他就很好 他給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無論技術方面的支援 或者可能他分享一下他平時 可能在ROT那邊的一些經驗 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其實 其實創業這件事 可能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那Martin先生應該就很清楚 創業這件事 是一個很艱辛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 製作本身 除了可能給一些創業課程 給我們現在這一屆的學生 那另外一件事 可能因為我本身的 STARBO 就是我之前回到的實習 我發覺其實原來上課學過的東西 是會在一些工作環境上面 是會出現過的 可能我之前就做一些 Digital Film 一些Smart Film 那我發覺他會用到C Programming 那這一課 如果不是在SEO學過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懂 是的 所以學習也是很重要 還有SEO也幫助很大 那我又想問一些 另類一些的問題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 在人生發展的路程上 你看我好我看你好 OK 我今天看到Steven 哇 數碼通 CTO 我肅然起勁 但是呢 我相信在背後 他由一個 初級工程師 一直經過這個艱苦的奮鬥上去 肯定是有很多汗水 肯定是有很多沮喪 失落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頭 是令到你 體驗到一些什麼 而激發到你一些什麼 去在一個這麼挑戰性的行業 我經常都說在香港 大家可能看到這個電訊行業 其實是一個科技發展的小縮影 Steven 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十幾二十年 其實逐步逐步上去 到今天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崗位 其實你晚上睡得著嗎 我晚上睡得著 大家聊天 可以拿出來分享一下 當然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沒有一個 絕對的定案或答案 或者我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曾經提過 在過去二十幾三十幾年 那一個過程其實是有上升 有下降 有下降 其實我們經常出來做事 會遇到一些 不一定是永遠那麼順利 如果永遠那麼順利 我會覺得是多了很多 但是有下降 我覺得是正常的 問題是你在高處 你怎樣去接受 不會令到自己太過興奮 低處 你不會覺得自己 太過沮喪而放棄了 即是 那怎樣去令到自己 經常可以去不同環境 不同的挑戰 去磨練自己 我自己覺得就是 其實我也轉變了很多 或者我說了一些態度上 就是我覺得開放自己 即是要接受自己 是經常有弱點的 即是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 換句話說 就算周邊的人覺得 你很成功 也不代表 我是一個完美的項目 即是我經常都會提醒自己 變成你是一個態度上 是準備自己 一直在下一步 繼續走 即是很多人說 你是 即是繼續增加 即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一個 一個訊號 告訴自己 其實當你去到某階段 你應該去想想 下一步 那個階段 又是甚麼要準備 無論你是 過去的階段是多成功 或者覺得好像 很有問題也好 因為很多時候 不是你一個人 可以掌握到那個世界 很多事情發生 自己是一個因素 是一個因素 但是周邊很多其他的互動 是令到你的事件發生 不是好像 你自己這樣想 那你就要經常把自己 拋出去 那個客觀環境 看看當時的情況 如何回應 所以你成功 你身邊永遠都這麼成功 錯誤 你就是要看如何 擴充回那個情況 自己在過去這麼多年 很簡單 自己畢業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 我有幾份工作選擇 即是分享 我選擇一份 是人工最低的 很少有 很另類 那時候可能因為 一來可能我家裡 也不是被很大壓力 雖然有壓力 但不是很大壓力 我自己那時候想 就是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是可以用到 我自己在學校裏面所學的東西 我做一個R&D 一個很低的工程 做戲 其實那時候我做 都是做關於電腦的東西 跟我現在整個過程很有關係 但是在兩三年的R&D的過程 我真的掌握到一些很基本的 基本的 一個工程師 所需要的知識 以及如何將一些 我昨天提過的 問題解決的技術 是拿捏得更好 因為你做一個R&D工程師 是遇到很多問題的 即是你遇到不行 但你都不能放棄 一直去想條路 如何走你才能做到那個產品 接著我們有一個平衡 不過那時候幫公司拿了PATR&D 就是我 如果是我 接著自己就覺得 再加上自己的職業 轉到一個電訊公司去做 直至今 其實我的職業很簡單 在電訊這行業 基本上差不多是整個職業 沒錯 但我經歷過什麼呢 就是可能今時今日大家 拿著電腦 覺得很 很適合 即是很方便 回想去那 從第一隻電腦包風 那時還有一個卡風 不是手提電話 是坐車 未去到大水壺 未去到大水壺 到我們引進真正是手提電話 那時只是打電話 你去到出去吃東西 你手提電話是一個身份象徵 但你不用 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放在桌面 放在桌面 是不會用的 打電話 你去酒樓 你去酒樓的電話打電話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可以說 手提電腦 如果你說我忘記帶人包 不是很方便 但你未必回到家裏 你忘記帶手提電腦 你可能你怎樣也要 千方百計去出發這部機 其實整個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社會的轉變 配合科技上的發展 亦配合互聯網的發展 其實很多東西 才造就到今時今日的 即我們所說的 Mobile Communication 第五代的發展 中間很多時候很沮喪 自為一個工程師 一個技術的人 我們覺得 我們那時的想法就是 技術是全面的 即我是告訴你 你怎樣用技術 但你發覺 原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建立一個很優質的網 介紹很多服務 人客是不用的 那我覺得 那個反應是很低的 即是 為何人客 不會感受我們所做出來的事情 即是我們後面做了很多 整班工程師 一起砌 日二日日砌出來 那我自己就 有一個階段 就覺得 這個條路是否應該自己走 即是好像做出來 都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recognation 無名英雄 不過 後面但沒有人知道 哈哈 那也是 其實我都不想人家知道 我Steven Char是誰 但我很想知道 其實Mobile Communication 真的很有用 但當你拿不到這個 feedback 你就覺得好像 好像差點 那我自己後來就 即是 也走回 想一想 其實我後來 可以分享給大家 即是在公司 或者我們那一行 那時候叫我自己 是一個最不技巧的CTO 因為我發覺 其實技術 不是說 意味著所有 它只意味著 即是 一些東西 提供到 最終使用 明白 或者對那個 相關的行業 即是說 我們應該拋著它 伸出去 想想 究竟 我們對象 如何利用 Mobile Communication 如何用Mobile Technology 去做 它自己 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就不是說 我覺得這樣有意義 就推給你 所以我自己 在那一剎 就要求自己 面向 End User 即是 真是外面的 人的客戶 所以我在公司 我便是做客戶服務 即是 做CTO 做客戶服務 在我們那一行 我是夠膽 我第一個 少有的 沒錯 我覺得是 一個在行業對我來說 很大的轉變 一個很大的衝擊 當你去面對客人 客人的時候 你會發覺原來他們 根本不明白你說什麼 不知道你那樣是什麼 你講到說 我有什麼服務 是不是服務 根本就 你不在乎 或者他根本 不是不在乎 他根本不知道你那樣是做什麼 沒錯 你會發覺原來我們 真的要幫整群工程師 整個心態裡面 都要改變 其實他做的事情 我們真的覺得那樣是對 我們越好 越來越理解 究竟市場 所要求是什麼 他們的拼搏是什麼 他們的興趣 他們的興趣是什麼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 我所說的一個 真正好的 人客體驗 你才會贏得到他們對你的 尊敬或者支持 這個在我的過程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轉變 當然一直發展自己 就是 剛才提到一個 一個態度上的轉變 就是 不只是覺得自己想 一定是對的 工程師 其實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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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 是我們 好像擁有了 但是更加要開放自己 就是經常準備好自己 去 遇到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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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說 有時候說 我好像 有一點阿Q精神 就是 你壞了你就當作沒有東西 但是我覺得 那就是阿Q精神 就是你要 一定給自己一個機會 再回去 再想一下 怎樣做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和我女兒說 成功不一定 永遠絕對 但失敗 可能對我來說 是一個好的 一個 在想想 有些什麼再做 我覺得是態度上 一個很大的 非常好的 這個中共 我想對年輕一代 Martin 你就是 由一個 GPA2.0 到Dean's List 是學生的榜樣 但是在十幾年前 老實說 大眾創業這個名詞 是沒有人理會的 讀工程的走去做生意 肯定被人笑死 失敗的多於一切 其實在今天 當然了 你現在穿到西裝骨骨 這麼英俊 整個年輕企業家 人人都羨慕 但是在過去十幾年 其實你流了多少汗水 失敗過多少次 忍辱負重了多少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麽艱辛的旅程中 你有些什麼對Janice 和你的師弟師妹 有些什麼提示 好 我創業已經十幾年了 先說我第一桶金是怎樣賺回來 其實我第一桶金是幫一間 香港的生物柴油廠 它有一間 我們叫做BioDissol Plant 就是用麥當勞的油 轉化成一個柴油 可以給貨車用的 好的 那間廠 2006年 那時畢業很久 其實我幫他做 他們廠的第一套系統 那時剛畢業 剛創業的時候自己很聰明 很聰明 去鴨耀街組裝零件 就幫他做 一些桶很大的 一些油罐來的 幫他加熱油 幫他做一些控制 有一天 自己是一個失誤 其實就太對自己的系統 太有信心了 那接著 那些油本身 就是可以煲到70度 好的 那錶都是寫70度 接著就由這個缸 通過一條膠喉打到第二個缸 但是實際上 那些油是加熱到120度 即是超過50度 那在這個過程 由一個罐打到第二個罐的時候 那個膠喉就頂不了120度 那它就在我一米前面 噴了下來 其實那一刻我站在那裏五秒 第一其實怕死 其實一個120度的 很熱的油噴出來 其實第一感覺到生命有危 有危機 很害怕 當然馬上停了所有事情 跟客人說 有問題要停 那一晚已經很晚了 那一晚回家 其實想了很久 我是不是沒有能力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 我的努力和任何方法 令我不可以幫這個客戶去解決問題 所以造成這個問題 如果我下一次還是這樣 我可能會死 如果我閒前一米 可能今天不是穿西裝 可能已經是毀了用 很害怕 那那一晚 真的睡不著 真的睡不著 三點鐘 還在想 糟了 我是不是我的能力有問題 但是 那一刻 如果那一天我就放棄 我相信我人生未來所有的困難 我都會輕易放棄 所以那一晚我做了一個決定 不如這樣 我用成本價 幫客戶回覆整個系統 令他可以繼續生產 起碼證明到自己還有能力 還有一個責任感 幸運的話 我就用一個很低的成本 幫客戶把東西全部由一個 剛剛畢業的學生的一個電子的產品 升級了一個工業的系統 Incultural grade的產品 那同一時間 客戶就拿了一筆很大的投資 那我就幫他繼續建立這間廠 建立到香港 那時候是最大關的生物柴油廠 而同一時間因為大家有一個信心 因為他知道我的困難 而最後我也可以幫他解決了 解決了 他那間廠後面有一個一千萬的生意 就給我做 當然最後也有一個不錯的 profit 這個 profit就是我第二次創業的第一桶金 其實你在第二次創業的時候 就走上一個我們現在叫做 在那個時間一個非常尖端 也都是未完全是很開發的領域 可否說一說 好 其實2010年 其實我們覺得電動汽車會是未來 所以在2010年 我們就開始了做電動車的充電系統 非常非常早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未聽過Tesla 沒錯 有幸地 其實一間創業公司 什麼時候會有機會 就是當市場未準備好的時候 你踩進去 讓別人先走一步 所以很快我們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是WEE 我自己懂得做一些產品 自己開發了自己的充電器 跟著也都自己寫了一個 背面系統和APP 全部都是聯繫的 其實概念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 EV充電器出來 所有東西都控制了 手機是可以控制到 全香港的充電網絡 那時候做生意很簡單 就是香港有60萬個車位 每個車位有一個充電器 其實都很發達 那時候就是這麼簡單 就踏出了這一步 很簡單的商業模式 對 很簡單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的第二次創業 就是做一個電動車充電 Martin如果你不介意 老實說 在我最近期 是一個MSC的課程 其實我用了你作為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很簡單 我就說 很多時候現在進來 中文大學 電子系讀書的同學 第一件事就是 讀電子工程 我又如何救人家 讀電子科技的人 去爭做測器 我們又如何救 讀電子的人去搞 去弄電子 去弄電子 去弄各方面的東西 去弄各方面的東西 但其實 你讀電子工程 你做EV System 你不是很懂電的 你懂得低電量的就OK 你又不是很懂 去弄到整個系統的 System Design Computer Control 以至到各方面聯網的重要性 你如何去克服這些東西 或者告訴我們一些同學 其實你讀任何一個科目 其實最重要背後就是 你如何能夠令到自己的能力 在不同的領域裡頭 都有一些掌握 而去發揮到你自己的潛質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也有幸讀了EV 因為其實很多知識 很多知識最基礎的東西 就是來自EV 包括軟體的東西 包括部分的電子工程 因為我認識了EV 很多周邊的東西 包括電子工程的東西 我通過在中大讀過幾年 其實我都接觸了很多計劃 包括C Java 還有以前的PHP 或者很多資料的東西 其實那些是令到我在未來 的行業道路裡面 最基礎的知識 其實我做一個EV 充電系統裡面 其實真的很複雜 會有電子的基本東西 因為裡面的電腦板 全部都是我自己出來的 然後會有電力的東西 你怎樣用一個很大的電流 可以去充電 當然這個是要惡保的 要在外面再讀電力的東西 去考A牌 軟體方面其實都是我親力親為的 那時候 整個建築 那時候沒有IoT的概念 但是怎樣將一些 機器廣場可以連接 通過4G 通過不同的網路可以連接 其實都是來自 以前讀書的一些基礎 那當然很多東西要嘗試 去嘗試 但如果沒有這個最基礎的知識 其實你很難將所有東西 混合在一起 其實我搞一個EV充電系統 就是將各方面的東西 軟體、硬體、電力 和現場的實際環境 將它全部混合在一起 才能做到一個好的產品 沒錯 Janice 你們這一代的年青人 在大學裡 我經常說是最幸福的一則群 因為基本上 學校是給你們很多不同的支援 以前我們完全沒有想過 譬如Martin創業的時候 他也不知去哪裏找人幫忙 但我知道在過去一年 其實Pi Center做了一些工作 希望能夠實驗到一些自己的夢想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之餘 聽完兩位師兄說 又會否打消了這個年頭 這麼艱難 那我先帶你 當然不會 因為我不是一個這麼容易說放棄的人 好的 我覺得任何一個很輕易說放棄的人 他都很難成功 無論在事業上 還是可能上班 或者在創業上 都很難成功 其實讀書也不應該這麼容易放棄 但是先說 為何我會接觸到Pi Center 其實就是要說回第一份實習 我很幸運 第一份實習就是在 CIO的Pi Center上班 那時候我就開始才知道 原來CIO有Pi Center這樣 那我就進去 就發現原來裏面有很多 很多開始組 很多開始組 他們在做一些 為了自己的夢想 為了自己的開始組 去努力去發展 那時候我就是做一個 網絡創作者 是很特別的 雖然我是讀2E 但是我也是做一個網絡創作者 因為我本身懂得HTML CSS那些 所以我就去了做一個 網絡創作者的委員 雖然叫委員 但是其實 所有事情 所有工作 都是交給我 和另一位實習生的 那這件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經驗 不像大家想像中的實習 就是可能振下雷水 印下文件 正是做這些 而我那時候 真的要通宵幫我的 我的老闆 去做好一個網頁 那做完了 其實你會發覺 不是真的做完一次就可以的 是可能同一個項目 是要做十幾次 直到他滿意 可能只是少許位 歪了少許 他都不行 他就要改 那沒問題 這件事是變相讓我學習 讓我了解到 將來我真的可能出來上班 或者不要說上班 即使我創業 那些客人其實都會有同樣的要求 那這件事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經驗 令我明白 到底怎樣 在工作方面 或者創業方面 可以怎樣 滿足到客人 或者上司的要求 另外 因為我在裡面工作 在PiCenter 認識了PiCenter 我知道PiCenter 其實很鼓勵我們現任的大學生 或者中大的學生去創業 那其實我本身也是對創業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 親年輕 不如試多一點 那如果上班的話 即一出來就選擇上班 那你整條路就只有上班 現在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不單止可以上十集 其實我可以大學比較有空 無論如何上班 比大學一定是有空 那我不如趁暑假 或者可能我放學的時間 去研究一下 那我就產生了 做一個開始的念頭 而我也很幸運 那我就找到一些 志雄導合的朋友 跟我一起組成一個開始組 去參加不同的比賽 那雖然我們沒有在PiCenter 那裡入圍了 或者入選了 但我覺得 這個雖然是失敗 因為老實說是失敗 但它不是代表一切 我覺得很難第一次成功 但如果失敗了一次 那麼輕易就放棄 那這件事絕對 不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如果我們想 真的有機會去成功的話 我們應該要努力去試 而不是因為一次失敗而停 而因為PiCenter 雖然說失敗了 那很好 那邊的評判 他們都給了一些 feedback 我們其實都很了解到自己 到底為什麼他們不選我們 或者為什麼我們失敗了 我們從中真的學會 嘗試去了解 當入評判 或者可能一些我們的主持人 他們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所以我們最後都修改了我們的評判 我們也修改了整個 business model 其實修改了 因為本身我們可能只是做純 smart home solution 的事 但後來我們發覺 因為其實 smart home solution 現在的競爭很大 沒錯 Marty師兄也說得對 其實做一個先行者是一個優勢 對 那我們想到了 其實如果預期我們擁有 這個 smart home solution 的技術 不如我們嘗試做其他 在香港少見的 少有的一個 platform 我們最後的競爭就決定了 不如做一個寵物的 platform 去令到建立了整個香港的一個 寵物的一個 寵物主人互相交易的平台 這件事其實在香港是沒有見過的 我們也想嘗試做一個先行者 我們會繼續努力去參加很多比賽 或者嘗試去找一些投資者去支持我們 很希望可以在我這個大學生 都可以做到一番 不要說熱事業 可以得到一個經驗 Janice 其實我對你這個 smart pad 那個項目我有點興趣 因為為什麼 我發覺在我們學習 在我們嘗試新的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接觸一些不同的領域 那樣東西未必是我們很熟悉的 但是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才可能引致到我們可以 將一些新的思維帶進去 我經常都說我很奇怪 我其中一個公職就是 做獸醫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我對PAT 對One Health 那些我有點認識 所以我覺得 我一看是一個挺好的構思 不妨可以繼續去想想 好嗎 那我還是多一點問題 Steven 我跟你相識相交了幾十年 在不同的領域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 我問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好的 你現在是香港其中一間 大電訊商 畏高權重 但在你幾十年裡 你是單一服務一間大公司 我們在工程 就算是在銀行 尤其是在銀行 若不過堂就不大 你為何這麼愛 這個也是 不是 尖銳的問題 我也問過自己 是嗎 一方面當然是沒有人欣賞我 不會的 其實我可以說 我的Smart Tone 都可以為連枝最長的一個 我相信 一個團隊 我自己在這麼多年 在公司裡面發展 中間是有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想法 當然也有機會 是否值得出去探討一下 都想過是否出去 自己有些事情可以 一門的手記去做 但是 很奇怪 我自己的人 就是我覺得 你在做那件事 如何令到那件事 再追求得更好 其實那個空間 或者發展 是永遠都在 如果你說回電訊行業 其實從1993年 開始進去Smart Tone 那時候我們是有行 我自己是第一個 推出香港 或者全亞洲 是第一個第二代的無線網絡 無線網絡 還要是火拍一間歐洲公司 歐洲公司 沒錯 你自己覺得 原來自己真的可以 那時候我還記得 剛剛第二代的數碼式 我們叫GSM System 真正正是可以說 給人可以很方便 用一張SIM卡 插在不同手機上 也是一個突破 是 過了幾年 我們說第三代 第三代又有趣 因為香港那時候 如果你們太年輕了 在第二代的時候 電話號碼不可以轉台 當你到第三代 電話號碼可以轉台 所以今時今日 是為何我們那一行 雖然很興奮 之外 亦都很 競爭很大 沒錯 Devaculation 對 我自己想說 由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到今時今日 第五代 其實每個世代相差 八年到十年 每個世代 對我來說 都是很新的東西 亦都是有興趣 亦是有興趣 如何將那樣的東西 掌握得更加好 我剛才提到 就是 將我們所認識的東西 對技術的角度 掌握 這些是我們覺得 我們的對象 去欣賞的東西 這件事變成 不知不覺間 當有機會走過來 原來有一個新的經濟 又發展 你又去參與 整整一下 變成 墮了圈套 這麼多年 都在這個環境發展 但我自己這樣看 我是否說 外面有不同的經濟發展 其實可以試不同的新的東西 我也鼓勵一些 一些年輕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有一個新的東西 你想到想做 你覺得自己有一個裝備去做 不妨試 因為試是不會說 你年輕就試得 做得久就不試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有這件事 直至你真的覺得 你想做不同的生活 你才去真正做不同的生活 很簡單 但在我自己的過程中 我由一個 純粹工程師 其實我很早做CTO 然後我轉 我轉了自己的整個 去統籌 技術和人之間的關係 亦是一個新的 你可以為一個行業的發展 只不過我在同一間公司發展 但其實我做的事很不同 在過去十幾年 在管理層的經驗 我自己看到 其實一個生意 科技怎麼配合 不是只看科技不簡單 而是看整個市場的形容 世界的發展 變成自己不停地去追溯新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有興趣的 令自己不停地去有些新的東西去玩 而那個動力去想新的轉出便消了 但香港我們很多的僱主 尤其是在這個行業 在industry這個行業的故事 經常都說 這一代的年輕人的工程師 很jumpy 兩下又轉工兩下又轉工 其實你會怎樣去分析 這個與社會的改變 與科技不同發展的步伐 有密切的關係 即年輕人應該如何自處 簡單地說 其實這是難的問題 你要拉回我們公司 我自己看回我們的團隊 我自己比較幸運 我們團隊相對比較穩定 但也看到一些比較 我們叫做年輕人的工程師 他可能做了兩三年 或者三至四年 他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我覺得是否不好 其實我不會下一個判斷 我覺得每個人自己的發展 去到那一剎那去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他去試 我覺得可以試 但我反而會介意 當他不清楚自己想怎樣 只要求更好 或者更好的項目 是否適合他自己的發展 他沒有想清楚而轉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如果我問我 有機會跟朋友談 我都會給多些提示 當你轉 不只要求更好 是純粹人工高一點 想起自己想做些甚麼 那對自己的 我叫做self enrichment 是否在 非常好的提示 非常好的提示 純粹是一個 打工打工 真的變成打工 不是一個career 我自己看 非常好 Martin 我想回來 你有一段經歷 不是很多人有 就是你去了上海 生活了一段時間 拼搏了一段時間 離開了香港 如果我可以說的 comfort zone一段時間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譬如這一代 或者未來幾代 讀工程的年輕人 他們怎樣看 他們那個 邊界的領域 我們當然 如果小小的 我們看香港 大一點 我們看大灣區 再大一點 我們應該看成怎樣 全中國 還是全世界 因為科技 大家都經常說 世界是越來越flect 技術是無邊界的 究竟 怎樣去給一些提示 給一些意見 給一些年輕一代 好 那我 先分享一下我的過去 我2014年 做我的電動車充電彎公司 其實做到香港 是第一次的 好 在2014年 雖然那個市場 其實都比較早期 當然 但是已經是第一次 因為無論充電器 和網絡都是最大的 2014年 其實自己都在看 那些公司未來要怎樣走 只做香港第一次 其實可能 雖然有限 是 我們探討過新加坡 探討過澳門 但其實市場 都是更加早期 有限 我們就可以去到上海發展 因為有些投資者的機會 有些人賣關係 所以2014年 我和太太 舉家搬去上海住 好的 一口氣 就開了上海公司 然後北京公司 然後過了兩個月 就開了深圳和廣州公司 對 頓時間公司就變了有六個辦公室 上海、深圳、北京、廣州、香港和澳門 作為一個香港開始 很瘋 但其實實際上很辛酸 因為 在2014年到2016年 其實就 因為公司有一個香港仔 連普通話都很不純正 或者很香港口音的普通話去到 其實人生路不純 什麼都不吃 但是唯一就是 夠拼搏 那時候一年坐的飛機 大概是100到120次 你可以想像就是 每三天你就會在另一個城市 對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一個笑話就是 以前我吃什麼晚餐最多 飛機餐 因為其實我的時間就是 日常會在一個城市開會 第二天可能在另一個城市 最省的時間就是晚上 飛過去 晚餐都在飛機那裡吃完 這是最狠 所以其實那兩年 我另一間公司發展得很快 當然也碰過很多迫 有很多困難的地方 因為在大陸其實 文化和很多東西有差異 但是有些東西堅持 包括自己的質素 就是我對自己的產品質素 要求 我們公司的品牌 然後很快就拿到一些客人的訂單 包括寶馬集團 那時候可能他就是 和一間國企合作 第二個合作就是我們公司 然後就和我們簽了一些大合同 作為一個香港人 去到大陸一間創業公司 一間大的公司跟你合作 其實是一個 我可以說夢寐以求的一件事 也是這樣 令到一間公司 可以在兩年之內 變成中國的頂級四 在充電營商做到前四的位置 沒錯 都很不簡單 那我唯一想 提出的就是 其實努力和堅持 還有這個 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標準的要求 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跳出香港對你來說 是否一個必須必然 以至到鼓勵很支持年青一代去看的路 其實在2014年 我碰到一個困難就是 其實我做了一套系統出來 那套系統其實可以不停地 不停地站出來 因為其實軟件和硬件 那些東西都是一樣 沒錯 那究竟哪個市場最大呢 其實最近我們就是過一條河 就是中國內地 那這個市場真的很巨大 那我2014年的時候 拿著香港我們自己研發的一個產品 去到內地 其實很受歡迎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們是一個先行者 也是科技也是很領先的 以及概念也很領先 因為其實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充電 啟動充電 給錢 那時候可能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內地的時候 都是拍卡充電 處席卡 所以其實很多客戶 很多其他合作夥伴 很歡迎我們這種模式 也是這樣的機會 令到我公司可以 一年之間可以多了一千個充電站 就是這樣的機會發展出去 Janice 今天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你有兩位大師兄可以去借鏡 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向他們發問一下好嗎 譬如你面對一位在事業裏 在一間大公司 就算不是平暴青雲 其實都一直按部就班 你有甚麼向他們借鏡 你問問Steven 你最想知道的是甚麼 因為其實我剛才聽過大師兄來說 你本身在學校也參加了很多活動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參加了很多活動 因為我又有上莊 又有玩Ocamp 其實在這裏也算是 都是玩Ocamp 以前來說 你也說參加很多文學比賽 但是我想問 為甚麼你最初會選擇了 在Smart Tone 或是在工程師學校發展 因為其實我聽到現在很多同學說 他們都未必會在工程師學校發展 甚至他們會選擇創業 而不是上班 就像我這樣會選擇創業 而不是上班 你那時有沒有想過 可能創業先 或者做其他事情 還是你一開始就選擇了 一定是上班 這個 或者應該反過來 我想在我那個年代 即是以前 創業是有人提出 但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反而我們那時 其實一班同學都會談 是否出來自己做些事 但我們也相對上 我們那時的步伐是 你可以說是保守些 我們也希望在市場上 在社會上 去蠟燭 見一見的根基 摸索一下究竟自己 對哪方面的興趣大 或者對哪方面 覺得發展是有潛力 即是我有些同學 都會跟著自己出來就創業了 現在我了解現在的 整個社會的發展 就是很多時候可能我們一畢業 或一未畢業就想想 創業那條路如何走 如何拿到資金 如何拿到資金 甚至將來 其實很多公司 只能幫你做好計劃 以前這方面的配套很少 絕大部分 可能你在市場 在社會上發展了 兩年 三年 四年 覺得自己對某方面的 技術或發展方向有掌握 不如試試吧 也因為那三四年 自己都儲到這本錢 因為那時候不是周圍很多 有A回合、B回合、C回合 真的要靠自己儲回來 所以那個氣氛很不同 但幫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創業這件事 沒有說一定是哪個階段 才是最適合創業的 你自己是否有那個 心理的準備要好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創業那條路 絕對不容易走 你會遇到很多 你想也沒有想過的事情發生 自己的心理準備要好 其實你剛才 很少有聽到很多 未必要和我已經可以 這麼清楚講到自己的思維 你可以說到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這四個字是很難演繹的 因為你真的遇到很多問題 真的經常會令你放棄一個 最容易的決定 然後就安慰自己 做這件事最好 你怎麼可以真的不要放棄這個 決心呢 是要很大的心理準備才行 當然我想身邊朋友或家庭的支持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說是 是否一定要現在即創業或幾年才創業 要求你自己對自己的發展要求 如果你問我 我為什麼都會選擇工程 其實我從大學第一天開始 我就覺得我應該做A junior 因為我可能對那些興趣在 你不花心 那方面不花心 還有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當時入大學 我有幾個科目都可以進入 但我選擇了E 我覺得E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主要的一個 為什麼這樣說呢 自己讀E 其實你看到自己的眼界的波 是一個寬度很寬的 因為我覺得E或E和其他工程度很不一樣 E和其他工程度很不一樣 E和其他工程度很不一樣 讓你很知道 很多不同範疇的東西 未必需要很專業 但是你知道自己 即是出來做事 其實你基本上想掌握知識 總有一個範圍跟你有關係 問題就是你進入哪一行 如何利用你的基礎 去一直拼上去 今時今日我們說Smart City 你想想Smart City 有什麼可能沒有Election Engineer 泛泛都有 IoT沒有一個好的E 即是WE的底 基本上你不會做出一個好的 IoT的解決出來 無論是系統設計 或控制系統 其實剛才我提過EV的操作 其實背後很多很基礎 我們在學校讀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雖然我懶惰 我懶惰 在家裡自己讀書 都是 即是 我很久一直讀 我就對交流很有興趣 所以我很快我決定 剛才有幾份工作 就選擇 在通訊這方面去做 你說適合與錯 我不知道 也可能有些幸運 剛才進入Mobile communication 變成在過去二十幾三十年的發展 也很快很快 適同其會 也都是 我覺得我很幸運 但是你說放眼將來 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 其實我自己對很多朋友 和朋友聊天 就是 其實香港過去十幾年 我們缺少了去教育市場 對電腦工程師的想法 因為很多同學畢業都問我 為何要讀E 沒有什麼做 其實我覺得 這個基因 這個分析 是很大的謀 我沒有一個行業 叫做EE 沒錯 但你行行 都牽涉過程 沒錯 我覺得這樣 所以我多年都希望 其實除了中文大學 其他大學 也有個 有少許是 事明真希望在課程中 希望盡量推動多些 那些元素 鼓勵多些人去做兩件事 接下來是否做開始 我真的 我不是一個專家 可能Martin 更加多些可以給到 那些提示 就是 怎樣去 走開始的路 其實 是 挺漫長 也有很多 機會也有很多 挑戰 這可能是 Martin這個聲音 更加 阿波 Janes 你有沒有 特別的問題 問Martin 也是我問 因為其實 我本身 有打算走 這個路線 還有現在 也算是 繼續 發展 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 因為我知道 創業 真的不是一件 這麼容易的事情 那 途中一定會發生 可能很多意外 就好像你剛才的 你那個 喉管 那些意外 這些意外 但是 其實 你會不會擔心 如果創業 如果真的到時 你有沒有 即創業期 開頭有沒有想過 如果不成功 或者是未必賺到大錢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想法是怎樣 有沒有說 但是你一開波創業 你是為了 你去賺錢 還是為了你的夢想 還是 好 其實 創業這件事 去到我今天 是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 不會停的事業 嗯 嗯 創業這個 字眼 起我 可能是我的 人生的工作 好 嗯 創業不是為了賺錢的 其實是追求一個夢想 嗯 嗯 我們不是為了去 賺十元 一百元 或一百萬 去做一個創業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生意 不是一個事業 也都不是一個 賺錢 只是一個公司 最基本的一件事 但是 你 我是作為一個創辦人 或者一間公司的CEO 其實 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找出一個 公司可以贏的方向 為什麼你可以贏 啊 啊 還有 那樣東西 為什麼是會令到你 成功的一個方向 這個是最主要的 啊 如果找不到這個方向 貿貿然去創業 是 基本上是不會成功的 OK 那作為一個CEO 第二個工作就是 你怎樣可以 帶領團隊 包括你的partner 你的員工 以及你的客戶 朝著你覺得贏的方向 一起前進 啊 那其實做一個創辦人 其實就是做這兩樣東西 就是定一個好的方向 還有找一個合適的團隊 朝著你同一個方向去走 啊 啊 後面能否 賺到錢 就看你的執行力 但是 如果剛才那兩樣東西都沒有 一間創業風車是很難成功的 嗯 好 那今天就非常難得有機會 和我們兩位校友 一位同學 在這裡分享一下 他們的艱苦的歷程 他們成功的喜悅 我相信都希望能夠對我們未來的同學 是有一些啟示 其實成功一定不是偶然的 成功是需要有很多的元素去配合 以往我們經常都說 哇 他這麼厲害 有很大幸運成分 有適逢其回 但其實我自己要看 在電子工程這個領域裡頭 未來那個發展的空間 其實跟我們不單止是日日息息相關 而且很多的機會 分分秒秒都存在 只不過是看看我們如何去把握 如何去掌握 所以讀電子工程肯定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好了 今天我們到此為止 多謝三位 多謝 多謝